嗨 大家好 我是亦歡迎回到這一集的Utopia 那今天我們想做一些不同的東西 你看到嗎? 我回到這邊 做完那邊的高科技之後 我發現有一樣東西的高科技是無法解決的 就是我們這邊的裝置的問題 你看到嗎? 這裡有一些Obsidian Harmaton Obsidian Negings 這些全部都快要爆發了 我又不想爆發了 我們就試過拿出Obsidian Ingrid 我們就把它拿去補充 先拿出來 我們就嘗試過這樣 不是這裡 中間的Anvil 我們就嘗試這樣拿去維修 但就不成功 其實把劍也是一樣 它也不是讓我用Obsidian Ingrid 也試過 它也不讓我用這條褲 就這樣去補充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也挺麻煩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解決辦法 這個就是來自Arts Magica 大家可能看Angelo或者波子 都會看到這個Arts Magica 這件的魔法 其實它中間有一件東西 可以幫我們回復所有的東西 我們現在就準備了它們的第一件東西 第一件東西就是一本書 第一本書就叫做 這本書 Arcane Compendium 但是按進去 聽名字都說 按了很久 它也是不讓我用這個Recipe 原因是它的Recipe 也算是挺好笑的 那什麼我們需要呢 就是拿去外面 生存了那些Arcane 我們就要泵 然後有一個光 然後再拿一個電 我們就去泵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這裡有三個東西 就可以去找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就是 我們看到這個水池上面 可以看到這些淺藍色的水 這些就是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我們就看看地圖上面哪個位置 就有那些水 我沒有記錯 上面這些位置就是有這些水 這些就不是 這些是回復的水 所以這個擺岸 你看到一些再白一點 譬如這些水 就應該可以了 我們就去這邊看看 飛過去這樣 對 上面這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飛過去那邊 看看開小地圖 小白 還沒搞 好像小白最近比較少上線 我們就可以飛過去前面的位置 應該是嗎 圖好像很早 看看是不是這些 這些就是我們所需要的Action 很簡單 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只要把泵放在旁邊 然後呢 噢噢噢 然後我們就把它調好位置 就可以拿一下電 哪裏有東西 很煩 其實我很不喜歡晚上出來的 不過呢 現在也還有人在這裡 所以我原本也打算睡一睡 但也算了 因為有人在這裡 先把這邊調好 然後呢 再把光在上面 它就會自己吸收 應該會 對 這個電腦的好處就是 它不會只吸收下面 你看到它會吸收所有的東西 它會不停地吸收 不停地吸收 不停地吸收所有的東西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拿到這些 你看到上面寫著 Fluet.liquid action 對 這個就是ASMGICA 裡面的liquid action 就是要這些東西 去幫我們去做 這個 好了 我們回來了 原來它寫著 fying is not enabled on this server 有時候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其實再進去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就這樣等到 它拿到64000MB 我們就可以回來了 今集繼續去做這件事 不如呢 其實它很快 我們等它一會 順便解釋一下這堆東西 有什麼事 這個ASMGICA 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模範 大家有可能在看Android 或者大J 看波子 看波子 他們三個都有玩過這件事 但是我們不會深入去接觸這個MOD 原因就是 比較麻煩這個MOD 我不是很想玩這個MOD 其實我比較想玩其餘的MOD 例如Block Magic Form Craft 這兩個是最想玩的 所以我會玩了那些 才這樣 好不好玩 之後呢 大家就期待一下這個 我們要做的就是 沒有記錯 有一個叫Arcane Reconstructor 讓大家看看 這隻Zombie是上不來的 有它這樣 有一個叫Arcane Reconstructor 咦 哪裏有Skeleton 好嚇人陣 最嚇人陣的Skeleton 先打死它 OK 搞定 然後這些Zombie Zombie Zombie 搞定了嗎 OK 其實很可能沒有打個怪 原因是 我根本就不用打怪 根本就不用出去 已經可以做到任何事情了 好 那我就回去了 噢 它要多一會 這樣就可以了 最近好像 這裡太多東西 大家都說 來到這邊有點力 所以 我也可能要多一會 對 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就是要一個Item Frame 一個Item Frame 再加一本書 就可以解決到這個 我們就要把它挖一個位置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光放出來 我們就把它筆一筒 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全部都可以筆 這樣 筆上去筆上去 全部都可以 然後呢 我們就把一個Item Frame 放在上面 再加一本書 你們會看到 它會開始有這些 粒子效果 你們會看到嗎 這些魔法符文 就開始這樣 四周圍 這樣吸進去 這本書裡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 整理這本書的第一個方法 就是這個 Arcane Compendium 我們先打回 Ars Magical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 要做Arcane Compendium 我們也要看看這個 要等它一會 如果我問呢 今天就會有這本書 就可以拿出來了 我們先等它 大概就 30秒而已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它這麼久 我們等它 咦 我還打算等它一會 才回來 今天就完成這本書了 看看 這本就是Arcane Compendium 因為其實我跟著這本書 所以你會看到 我在左邊 左邊和右邊 你會看到左下角和右下角 會多了兩條 其實有人問過 那是什麼 你回答了 你每次拿到這本 Arcane Compendium 之後 你又可以 接收到這本書 這本書 可以這樣 用魔法可以升 中間的能量 因為我幫Angelo 她們試過解決了一些問題 所以我就拿了這本書 我們看看它的面本書 其實我們已經開了這個版 這個版就是 位於 Blocks 然後Arcane Reconstructor 這個很簡單 可以整理所有的東西 要魔法 要石 要石 很簡單 我們就嘗試它 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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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就是Fantium Dusk 這些就是我們掘礦掘到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這樣 做魔法 然後我們就可以很簡單 做一個Arcane Reconstructor 這個是一個最簡單 最簡單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東西放出來 這個介面有什麼呢 首先這邊就是我們要放 用來 charge item的東西 上面就是用來放 focus 的東西 然後這個中間就是在 process 的東西 然後最右邊就是搞定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嘗試 我沒有記錯 應該它是需要一些東西 因為它不只這樣 就很簡單 這樣是不行的 要多一點的東西 我們就要做這個東西 我們就準備了一些東西 我們待會再回來 所謂的 我說採集材料 我們就是要找一朵 這些Blue Orchard 因為我們做這個東西 我們就需要一個Crystal Ranch 一個Magitek Stop 這些全部都很簡單 一個Magitek Goggle 這些都可以很簡單 就可以做到 我們這個就要找一個Blue Orchard 而且我們需要多一個Desert Nova 在Desert Nova 顧名思義 就是沙漠找到 這個Blue Orchard 其實去到哪裡都找到 而Desert Nova 只要到沙漠才找到 我在這裡搜尋了一會兒 我發現應該在這個位置 有一顆Desert Nova 應該是ANGLE 都玩得多 所以 都比較難找到 這些Desert Nova 咦 在這裡 這本就是Desert Nova 可以拆掉它 就可以回來了 就是這兩個Blue Orchard 和Desert Nova 我們先回去 唉唷 還有ANGLE OK 我們再跳一次 1 1 2 這裡就是一個 太多東西要 我們就要一個Desert Nova 或一個Blue Orchard 我們就可以做到 我們需要差能量的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要做一個 差能量的東西 做差能量的東西 就是Trissel Stone Brick 我們要一個Obsolite 這個就是要一個 Stone Brick 再加一個Trissel Stone Brick 就可以做到它出來 我們先看看 Trissel Stone Brick Trissel 我們就要做一個Trissel Trissel 就可以做一個 來自Tanker's Construct的Trissel 就可以了 咳咳 讓我看看 我可不可以用我們的Trissel 去做這類型的東西 嗯 我們有Stone Brick 看看我們可不可以用 我們本身這個鑿 就可以幫我們做到Trissel Stone Brick 如果是的話 那就簡單一點 是有的 咦? 咦?有嗎? 我們就做四個出來 然後把其餘變成Stone Brick 對 今天就可以這樣 今天就有 建造祭坦的最基本材料 就是這個Stone Brick 然後中間的那些 其實不用理會 這個就是 這個的出口可以生加 今天就遲些再教大家 如何生加出口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Obsolite Obsolite就是這樣 一些Stone Brick 再加一個這樣的東西 這樣就可以做到 不過我們也應該要做多一點點的 Trissel Stone Brick 因為看來也要OK多 我們就把它塞進去 我們就打回這個 Ars Magica Ars Magica 對 首先我們先把剛才的Obsolite Obsolite Obsolite 再加上這個 今天就做到一個Obsolite 然後我們需要一個 Crystal Range Crystal Range 就是剛才我們用了 所以我們要出來找材料 就是Crystal Range 然後我們要一個 Magic Tech Stuff 這個東西 這個可以幫我們看到 裡面有多少能量 看看 是有的 然後最後我們要一個 Magic Tech Goggles Magic Tech Goggles 這個也可以選擇 Trimeride 這個可以掘抗 也可以掘抗 Bluetopas 這個可以掘抗 這些是金銅鐵 我們就有這四個 就可以去建造 然後把Trissel Stone Brick 拿出來 就可以拿去建造 好 然後選擇了一個位置 就可以讓我們暫時用它 我現在打算選擇這個位置 就可以讓我們去建造 這個東西 我有沒有泥 等一下 先上去 我們應該要少少泥 去鋪鋪平達地 這樣應該會好一點 看看 要一些泥 2000多個泥 對 這樣我們可以這樣 繼續下去下面 我們就用這個 粒粒地下去的位置 先做所有的東西 這裡當然不會生櫃 因為我們之前放了那個防怪貨把 那個Magnum Torch 所以我們都可以很簡單 這樣就可以去應付到一些怪物 我先把它打開 好 我們就先看看這裡 如果大家不懂 看不到的話 這裡上面有兩個箭咀 可以Display Layer 這裡就隔兩格 兩格 兩格 我們就可以這樣 這樣 兩格 再加兩格 我們就可以這樣做到 然後我們先看看 我們先看看 我們要打高兩格 打高兩格 這個位置 即是我們這樣 打高兩格 然後 就這樣一個Trissel 的Stone Brakes 然後我們 會不會把那個東西 放在中間 嘩 這麼奇怪 是不是要三格 其實 看看 好像要三格 對 中間一格 先把它打開 對 這些魔法魔法 比較麻煩 因為你要依實 一本書 有本書更好 沒有本書 因為它更加大小 我們就把它變成這樣 這邊 然後我們再加上 這邊 先把它打開 OK 然後我們就可以搞定 這個東西 1 2 3 對 這裡有一個 放一個Obsolite 在中間 這是一個最完整版的解決方法 你看到 應該會開到裡面 應該會開到裡面的這個介面 就可以看到這裡要什麼 這裡裡面可以燒東西 我們就用這支Magic Test-Up 我們先把這支 我們先把這支 我們就用這個Magic Test-Up 這樣放進去 你就會看到 DETECTED NEUTRAL ACTION 就是左下角的DETECTED NEUTRAL ACTION 就是這個寫著0.0的人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去加這個Magic Action 我們現在就要 先把這支Magic Test-Up 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就是我們要用一些Fantium Dust 就是我們剛才合作的Fantium Dust 我們就過來這邊 然後用Fantium Dust 你看到我們也有一大堆的礦 我們就可以用Fantium Dust 然後我們就可以過來這邊 過來這邊 然後去燒著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就像熔熔一樣的東西 我們現在就可以看看 燒影同時 就會加上這個NUTRAL ACTION 非常簡單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這個Arcane Reconstructor 出來 這個Arcane Reconstructor 就可以讓我這樣做 然後這裡它還沒有配對 要配對才可以做到Arcane Reconstructor 出來 所以我們就要戴個Goggles 這個Goggles可以怎樣用呢 這個Goggles很酷 但我發覺也是遮不到我的眼睛 它遮到我的Goggles 但遮不到我的眼睛 經常都是這樣 因為我的Skin的時候 是畫得不適合眼鏡 很好笑的 接下來我們就要配對它 接下來我們就要用一個Crystal Range 然後我們再配對在這邊 你會看到寫著Pairing Successful 我用的方法就是把Ride Kick 再Ride Kick這邊 我們就可以做這個 你看到它有100%的東西 因為我戴了負眼鏡 不戴負眼鏡 它會看不到的 我戴了負眼鏡之後 就可以看到我們有500 然後這個就是寫著100% 即是它已經儲滿了所有東西 所以我們就可以試試把這個東西放進去 你看到這個位置 這個HP已經在加上了 還有一個方法去增速 我們就要一個的Focus Focus就是在我們先開本書 對 Focus就是在哪個位置 先不要不要 應該去Arcane Reconstructor Deconstructor 不是Reconstructor 我們就可以看這個Charge Focus Charge Focus 就是要Standard Focus 最重要的是Self Focus 不如我們快一點去處理它 我們就可以Good to go 看一看 對 我們就要一個Standard Focus 再加一個Lessar Focus 看一看 在哪個位置 在哪個位置 嗯 在這裡 首先我們就要一個Lessar Focus 我們要三個Lessar Focus 沒有Gold Nugget 先把它這樣 然後把它這樣 多拿幾個Gold Nugget出來 對 然後我們就要兩個Lessar Focus 然後我們就要兩個Standard Focus 然後把它這樣 然後再加兩個Charge Focus Charge Focus 也是很簡單的 我們就可以拿到這個Focus 咦 我們又要三個 我這麼少動 對 我們這樣整理它之後 就可以做到這個Charge Focus 好 這個Charge Focus 可以讓它更快 可以讓它更快 這裡 你看到它會不停的 慢慢來 所以我們可以放三個Charge Focus 你可以看到它的效果更快 咦 應該會更快 先看看 它是否不夠Action 噢 等一下 我們先看看 它應該是不夠Action 所以不夠快 對 對 不夠Action 我們可能之後 就要再想辦法加速一下 看看 因為它之前就說 有一個無私的Trock 就可以幫我們加速 不知道誰 我忘記了誰 我們下一集 先跟大家嘗試一下加速 它應該有這樣的東西 好 今集我們先搞到這裡 我們可以把頭盔都塞進去 插完之後 它就會從右邊出來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看看 Focus不是在這邊 那上面是甚麼 我們下一次再跟大家說 咦 它有時跳得快 有時跳得慢 有可能要升級一下這個Obs 你會看到 這裡經常都不夠Miner 我們先看看 看看 這個MagicStuff 這個就是不夠Miner 你會看到只有135 你會看到0.68% 一定不夠 所以我們就要多一點時間 因為存在這樣的東西 好 我們就這樣先玩 今天就玩一玩一些 最小小的Arts Magica 我們之後回來 我們就有一些更加好玩的東西 可以玩了 好 今天就下集再見 拜拜